安波足球快信2022年2月25日 巴塾望错清卖联 星期五旁晚 泰超展开一场互级焦点战 巴塾对女清卖联 近方来看 前者明显占优 而且双方最近一次交锋 巴塾亦笑到最后 巴塾今铺有望相杀对手 另外安波直播 届时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巴塾过去几个赛季 排名再逐步下跌 今个赛季他们 已经沦落到要为互级而战 22轮过后六得五胜六 和11负的战绩 排名倒数第三 尽管这个排名下 球队必然降班 但幸好的是 球队近方明显回勇 近四轮拿到三胜一和的佳绩 令人大呼惊喜 球队亦重新看到互级的希望 值得一提的是 巴塾近期击败过的对手中 包括领先的武里南联 同次值的曼谷联 其中巴塾亦是武里南联近九轮以来 唯一送给他们败职的对手 而头号攻击手 恩·亚斯奥在这两场比赛中都有建功 是球队回暖的功臣之一 可见现在巴塾竞争力大增 确实是不可以忽视的事实 今次面对副班长清卖联 巴塾胜券在握 清卖联今个赛季是泰超升班马 上季他们以泰甲亚军身份获得升班资格 今季征战泰国顶级联赛 清卖联在泰超毫无量点可言 赛季中期曾经遭遇连续14轮 无波赢的尴尬局面 其间球队多次遭到对手凌风 是人见人欺的宋芬同志 清卖联联赛至今只有三场胜值 分别两胜 同样深陷降班区的北南城 同战胜泰港 实在难以给人信心 清卖联的防守 堪称全泰超最差 军场失波接近两个的距离 后防线形同虚切 今个赛季数次被对手攻入过四个波 尽管同巴属一战清为互级大战 但双方目前战斗力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 清卖联金铺只能寄望输小当赢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 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